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 他说呢为了要应对 就是不断恶化的这个中国的威胁 他要加强对台湾军队的训练计划 美国准备大幅增加 在台湾部署的部队人数 至少将会增加到目前的四倍 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呢 美国一年前大约是派出台湾有30个人 所以未来几个月 可能要增加到100个人或200个人 所以美国真的要指派这样的人 来帮忙保护台湾吗 这样够吗 不知道 但是呢就算 其实美军在台湾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不是个秘密 但是呢通常不会拿出来公开讲 唯一就是在蔡英文的时候 他就是常常有意无意的 让大家觉得因为他跟美国很好 所以他就会想要去把这些事情 去露出来 像是大家还记得吗 2022年10月13号 当时蔡总统去试导这个乐山雷达站 就露出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大家看到照片上这个是蔡英文嘛 然后旁边本来还有他的发言人 还有军方的人啊 这是顾力熊 后面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红圈圈起来 他是一个美国人 就是呢有一个美国人意外的同框了 那这种照片在以前来讲 照理说是不应该流露出来的嘛 就表示说 美国人其实是在协防你耶 这件事情以前不应该流出来 但是这个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这个蔡总统的时候出现的 还有就是2021年10月26号 当时蔡总统接受CNN的专访 也就是上次他那个大读稿期 曝光的那一次 他说呢 这个他就首度承认 美军在台湾 是有美军在台湾的 他说美军的数量 从2018人的10年 到今年一增加到32个人了 显然就是这个蔡英文不断的 想要用这种大内宣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 大家不要怕 我们台湾里面是有美军的 所以呢 到时候美国人会帮忙保护台湾 那这个我要先问一下韩明哥的 你觉得蔡英文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是欺骗台湾人吗 因为你 大家刚刚已经讲了嘛 美国人就摆明了就是不会 不会来帮忙保护台湾吗 驻军增加到200人又怎样 就算每个都是夜问 夜问特战队 一个打10个 200人也不够打2000个解放军 那解放军来2万个你怎么办 还是这个是 解放军2000个 大概就料到了 还是这个是什么 复仇者联盟吗 所以我觉得 那根本都没意义增加几倍 他为什么 新闻标题要用增加几倍来算 就是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少 所以他只好用几倍去算 因为原来的人更少 就是这样 那基本上 美国这个根本不叫驻军 这个是来干什么 这个就是 忘了吗 之前他们国会就通过了 他们以后要直接在台湾的行政立法机构 要派出他们的官员 那他们要派出他的官员 然后以后要干什么 要监督台湾的整个建军训练过程 这些人就是来监督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们不是来收集情报的吧 台湾基本上对美国没有秘密 我老实讲 我们所有的情报本来就要汇成给美国 他们就是汇整给他们就对了 就是这样 这些人只是来监督的 所以他根本不是什么驻军 那驻你个头 这哪个250奖的 驻军有驻200人的 驻200人到底要干什么 这可能是特种 这200人每个人背上 超级特种部队 是啊 每个人背上背个核弹还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来干嘛 所以这根本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宣传 那你注意到 最近有关于台湾的新闻 其实我们自己的外交部跟中央社都异常的低调 可是呢有两个媒体非常活跃 一个叫华尔街日报 另外一个叫金融时报 你看莫名其妙台美之间的一些关系互动啊 都是金融时报要办对华尔街日报讲的 反而我们自己的媒体全部都没有消息 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跟 不是很简单嘛 你看这一次顾立雄跟吴昭燮去美国的时候 吴昭燮跟顾立雄在那边跟媒体挥手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然后结果人家美国的官员一割脸臭臭的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希望你低调来 我有事情要交代你 结果你把它搞得像宣传一样 美国的战略非常清楚嘛 我是要你台湾负责帮我偷渡解放军 可是什么时候发生冲突 什么时候进展到什么样的过程 是由我爸爸来决定的 你这个小鬼在那边废话什么 所以这是非常明确的 这是美国的战略 可是蔡英文为了要救她的选举 为了要施展她的大内宣 所以有意无意就把这些消息 透露给华尔街日报 透露给金融时报 她的专用御用打手携手 来负责帮她放这个消息 所以美国人很赌篮嘛 老实讲这一次顾立雄跟吴昭介 去谈了好几个小孩 好像七个小时 我看中间大概一半时间在啊 我真的觉得啊 但是美国人在干掉他们说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叫你不要讲就拼命讲 你们是死大嘴巴还是怎样 那这样子拍照还笑得出来 民进党真的是摆拍挡屋 那基本上一个人没有羞耻心的时候 怎么样他都笑得出来啊 那他们你什么时候看过民进党 能有羞耻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爸爸爱我才骂我 对啊 打事情骂是爱嘛 对 打事情骂是爱 没有爸爸教训孩子 本来就该的事情 重点是 我们干嘛要甘心待人家的孩子 所以现在其实情况 真的蛮糟糕 你看美国前一阵子 才做了一个兵推 过年前做了一个兵推 说美军会损失很惨重 甚至最高可能会损失到四艘航母 对 然后最近日本智库也做了一个兵推 对对对 刚刚小新有讲 对 也是 我跟你讲非常惨 我们台湾要损失18艘军舰 日本十几艘 美国也十几艘 然后 台日美损失 再加起来快三万人 然后老共 当然他们的结果是惨胜 老共被打 损失四万多人 结果还惨胜 对惨胜 但是其实你以为 因为结果是惨胜 赢了 所以日本有信心 美国有信心 所以会来帮我们写吧 刚好相反 我告诉你这个智库的推演的结果 再告诉美国人 告诉日本人 我们去的话会很惨 我们赶快躲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去 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们现在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他们不断在做这些东西 在干什么 在为自己 到时候台湾一旦有事 他们不出兵 找正当理由 就跟拜登那时候一时怂恿 泽伦斯基说 没关系 你来申请加入北约 没关系 我罩你 我挺你 那个俄罗斯 那个普丁是 不敢废话 就等到 普丁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拜登跟他讲 拍谁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没办法帮你 就这样子而已 现在他对台湾也是一样 就这么简单 他如果跟俄罗斯打起来 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跟中国大战不会 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懂 中国大战核弹是不多 也有几百科 几百科也够美国人 死个几千万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根本就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是有一些人 明明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我相信民进党那些民意代表 跟他们这些执政的人 每一个心里都非常清楚 只是为了选票 只是为了要欺骗别 他不得不硬的头皮 在那边鬼扯而已 所以这才是台湾人最大的悲哀 我们台湾人已经快被 民进党这个诈骗集团卖掉了 大家真的要清楚一点 因为今年是大选好 所以民进党一直在铺排的就是他们的台美关系 那希望拿这个台美关系来做 最后就是他跟国民党在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候 再推进一把的这个角色 那蔡英文也会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 因为这已经是他最后一任了 那他没有办法有所谓的蔡熙会 那他当然会去思考说 那他跟美国这么亲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机会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那所以我也认同就是说吴钊燮跟顾力熊 这次这么高调的去可能就是来处理这个事情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然都希望说中华民国能够有更高的能见度 但是也要考量说在美中关系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未来对于台湾的这种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那台湾准备好没有 如果民进党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的兵推方案 然后你的准备是好的 那我们当然会支持说我们的总统能够到美国的就算是国会去演说 可是经过上一次的裴洛西 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民党政府他没有保台的能力 就像是裴洛西来台湾那时候 大家也是说说欢迎啊 可是欢迎之后发生的事情包括中共军演 那请问民党政府为台湾做了什么 这才是让大家问的一个问题 因此这次麦卡锡本来传说这个很快就要来了 结果呢看起来民进党对这个事情也是低调处理 为什么因为裴洛西上次来最后的结果坦白说 以台湾的舆论来说并不是太好 也是双到民进党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所谓的 有没有毁台的方案这件事情 我先问大家你觉得 美国会不会有一个保台方案 我问民进党你觉得美国会不会有保台方案 民进党肯定会说有嘛对不对 那美国是这样 他所有的想定都会有 既然会有保台方案 就会有所谓的毁台方案 那毁台方案应该是翻过来讲 我觉得比较像是台毁方案 就是他当然不是没事要来毁灭台湾嘛 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但他在讲的事情是 如果台湾在两岸战争当中 落于下风的时候 美国应该在这个时候 做什么事情会最对美国的利益 是能够极大化的 美国人他永远他做的想定 就是从自己的角度 这个也没有错啊 美国人又不是台湾人 他干嘛何事 事事都要为台湾人去想呢 但是我们台湾政府都觉得 我们自己是美国人 是但是问题是你看哦 最近的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做的民调里面 有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 台湾会不会变成乌克兰第二 第二个题目是 你认为如果两岸开战 美国会不会来协防台湾 这两个题目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当中 认为会变成乌克兰的 以及美国不会协防台湾的 都已经超过了认为会的 那这在两年前 你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我记得马前总统说 美军不会来协防台湾的时候 民进党是怎么样的铺天盖地 在攻击他说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在唱衰台湾 你是以美论等等 讲了很多 但是实际上面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比较超过就是 相信美国不会来的人 反而是比较多的 那我最后要讲一个 那你说想定 日本也有做兵推啊 日本也有做想定啊 今天才出炉的嘛 这个日本的智库 他去说 如果台湾两岸发生战争的话 那日本的角色 日本可能也会变成战场 因为日本有美军 那南韩当然也有 可是他不见得他要为了两岸之间的 是过来嘛 他比较远 而且日本就是美国小老弟 所以美国叫他来 他也不敢不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的兵推是 日本的自卫队死伤会有2500人 损失15艘船船舰 以及144架的航空机 美军呢 死伤1万人 然后呢 损失19艘船船舰 以及400架的这个军机 再来呢台湾 台湾是最重要的 包含 全部殲灭吗 对 包含被捕 包含被这个捕获的 它就是俘虏的 对 13000人 那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哎你要想哦 那个日本人口那么多 美国人口那么多 那台湾只有2300万而已 他们对我们的想定 是会死13000人 然后损失18艘船舰 跟200架的这个航空器 那很多嘛 那他们预估说 中国大陆这边是4万以上的死伤者 然后156艘船舰 以及252架航空机 可是你要想 中国的大陆的人口数 跟台湾的人口数 差很多 所以你光看数字 你可能说 啊中国大陆比较多啊 但实际你不能这么看 你要看人口的比例 以及台湾人 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嘛 我们在安居乐业的生活 当中 哎我们现在连 我们现在连缺蛋 人民都很生气 吃不到 但大家都觉得很生气 那请问你的家人 要上战场去复食 那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中国认为台湾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如果连日本他们的智库 都会做这样子的详定的话 那凭什么美国不会 凭什么你认为 美国只会有保坛方案 但不会有 如果台湾沦陷的时候 美国要做什么 就像是炸掉台积电 这就是一个选项嘛 我没有办法拿到的东西 我不要让中国大陆拿到 或者是所谓的 现在就要先让台积电 赶快到美国设厂 台湾的还有什么资源 是我们美国需要的 赶快先过来 以防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的时候 那会出伤害 那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去毁掉 那请问这样子的详定 算不算是台湾的毁灭方案呢 也算嘛 所以我觉得 你单方面的就是 只是看到这个尼克森 然后你就去讲成说 绝对没有 因为他是跟俄罗斯大内宣什么什么 你讲这么多 那你是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 在帮美国人去解释 说美国绝对没有 那为什么不是美国去解释 他们没有呢 你再来讲是美国要去解释说 我们没有对台湾 有这样子的毁害方案 那台湾才会说 我知道我知道了 可是现在是 外交部他也没去跟美国查证 他就单方面说 因为我们台湾没关系很好 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方案 可是逻辑上面就说不过去嘛 你如果认为会有保台方案 那他就一定也会有另外一套的剧本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